持槍連拖帶拉把活生生的人丟進皮卡車廂 另外兩個更慘 一路被拖行上車還疑似受傷 這起驚魂即是墨西哥犯罪集團犯下的綁架案 如今卻傳出竟是一場大烏龍 FBI人員隨即進入調查並指出上週五四名美國人 進入墨西哥邊界城市馬塔莫羅斯購買醫療物品 結果卻遭到一群墨西哥男子開槍 入境另一輛汽車帶離現場 而這群犯罪集團很可能把他們 錯認為來自海地的毒品走私人員 美國政府正火速進行營救 美墨兩國政府大為緊張 網路上更流傳一張四名美國人 駕駛的白色小客車 事發時被一輛紅色轎車撞上的場面 兩車車門都被打開 但已經沒有任何人在內 只剩一張購物發票 車門還能看見幾個被子彈射擊的凹洞 現場還有另一名無辜的墨西哥人 慘遭波及喪命 國務院直白建議千萬別去當地 而在美墨雙方全力追捕之際 家屬也只能無奈等候消息 期待倒楣又無辜的家人 盡早返回家園 三新聞 《遙海珍》報導